那么从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葛兰西他是以意识形态 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哲学研究对象 但是呢 他并不是否定基础 对意识形态的决定 决定意义上来进行研究 而刚好是强调 意识形态与基础的有机联系 有机联系 所以他强调意识形态的人动性的时候 首先强调意识形态的具体性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 不是说我任意可以抽象出意识形态 他就能发挥作用的 你这个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是什么 首先你能够反映基础 就是说你要有你的这样一个 群众信仰的这样一个基础 能够把它提高 你是他的这个世界观的这样一个反应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的 这个有机整体 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能动性 就是说你这个 为什么这个区分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 它是有意义的呢 它是有意义的呢 就是说作为认识的功能 作为认识的功能 它是反映了意识形态作为理论的这样一个深刻性和现实性 这是你发挥价值功能的一个前提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深刻的 就是说对基础的内在矛盾的这样一个深刻的解释 那么你的价值功能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相反的 如果就是说这个价值功能呢 也是对你的这样一个理论功能的这样一个检验 一个相互作用 当你的价值功能 你的理论在价值功能里面 就是说在这个现实当中 这个遇到阻碍的时候 你就会反过来考虑你的这样一个理论是不是有问题了 你的理论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刚好啊 这个意识形态呢 是在他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的这样一个相互作用当中啊 打通这个理论和实践和这个基础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的 这是他的第二个 第三个呢 葛兰西在意识形态的研究当中啊 特别强调文化的道德领域 文化的道德领域 也就是他讲的理性和道德之分 在理性和道德之分里面 他特别强调文化的道德领域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 就是说他认为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认识的功能啊 只是为了说明意识形态的文化道德作用 即使他形成了这样一个合理性 那么使这个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 服从于文化道德的这样一个研究 服从文化道德研究 正好是什么 反映了他的实践哲学的一个落脚点 落脚点也就形成了什么 他的实践哲学由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和这个政治哲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说正是通过这样一个 讲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转换 功能的转换 把人的自由 人的解放作为目的 而把基础作为工具 那么正是在这一点上呢 他打通了哲学基本理论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当他把这个意识形态啊 作为一个认识认的这样一个功能 来讲这个 他的这样一个实践转换的合理性的时候 实际上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说 这个部分是他的这个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所研究的 那么作为这样一种功能 这个群众的这样一个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职能啊 刚好就是他的政治哲学所研究的 政治哲学所研究的 所以我们再讲了他的这样一个 就是通过对 他对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分析啊 看他和政治哲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那么政治哲学呢 可以说啊 在葛兰西的这个思想里面 哲学里面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啊 这样一个政治哲学的这样一个地位呢 他是怎么 他是怎么啊 这个来定义这个政治哲学的 就是说 葛兰西的政治的哲学 他的主体是研究国家问题 是研究国家问题 那么这个国家问题里面呢 他认为所谓国家 什么叫国家 我们说的 他研究什么 研究他把这个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 和价值功能呢 他认为道德领域 价值功能的研究 是高于这个认识功能的 是高于认识功能 就是说他是他的一个重心 那为什么和这个思想相关的是什么呢 他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 国家是市民社会 所以他讲的这个现代国家 他说现代国家的这个法达国家的本质啊 就是市民社会 那么这样他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前面讲了在马克思那儿市民社会是什么 是基础 是基础 也就是说他是经济基础 当时马克思用了几个概念来讲市民社会 一个呢就讲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 是吧 这是一个定义 然后市民社会呢 是经济基础 那么马克思这个定义是一个什么定义啊 这个定义是什么定义 马克思把这个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 等同于经济基础 这在当时自由资本时代他是一致的 他是一致的 因为他所面对的这个权力机构是什么 刚好就是封建的国家 也就是说他面对的是一个政治国家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说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真正和他的基础相适应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国家 是针对就是资本主义 他是在这个经济基础 在市民社会的这个层面上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经济 为什么会有政治经济学啊 对这个资本主义的批判呢 政治经济就是强调什么 早期的这个霍布斯洛克 他们强调自由主义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 经济有他自身的独立发展规律 那也就是说 他是以这个经济来批判 这个封建的这样一个国家政权 和他的这样一个理念 和他的理念 所以他强调啊 是一种新的我们说任何一个社会的变化 实际上说穿了 看起来是经济的政治的变化 但是实际上首先是什么 观念的变化 他是通过一种这个观念啊 来构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然后从这个里面发展出来的 发展出来的 所以正是这样 他们提出来 这个政治经济学提出来 就是说强调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自由 叫这个国家不要干预经营 就是什么 他是在首先是在作为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发展出来的 所以马克思当时把这样一个资产阶级 等同于国家 等同于市民社会 在这个经济的层面上定义 对于封建的国家来说 它是合理的 是反映了他那个时候的基础 就是他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对市民社会的定义啊 和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基础是相联系的 但是到了法达资本主义国家 也就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 也就是说以法治国家的这样一个建立 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就是它不仅仅是政治功能 它同时具有什么文化道德功能 这个文化道德功能 它所出现的什么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国家这个市民社会啊 由经济基础变成了国家 变成了国家 所以是国家当中的一个职能 正是这样 格兰西呢就要研究这样国家 所以他是研究现代国家 所以他说现代法达国家的本质 是市民社会 是市民社会 所以呢 对市民社会的认识 就是对国家的基本认识 就是对国家的基本认识 所以格兰西的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 就是他的市民社会的理论 就是他的市民社会理论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这样一个 所有的他的这个理论的内容和范畴 都是围绕市民社会展开的 围绕市民社会展开的 围绕市民社会展开 市民社会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国家 把这个国家由这个政治权力 就是说由一个政治功能 转化为市民社会功能 那么表达 我们你们原来学过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 就是马克思那个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在前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也讲了 讲到这个政治国家的时候 对政治国家的这样一个研究 他的表达的核心范畴是什么 核心范畴是什么 我们你们前面还记不记得 国家暴力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机关 警察是吧 警察都是这样一些 然后呢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领袖 是吧 人民群众 这就讲人民群众这个暴力啊 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官僚机器啊 然后就是领袖啊 人民群众啊 都是用这样一个范畴啊 来表达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是吧 国家功能 那么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不对这样一个 作为政治国家展开研究 对市民社会展开研究 那么和市民社会这样一个相关的 应该有些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说现代哲学啊 因为任何一个哲学 它和它的这个对象的表达 它是相适应的 我们前面讲了 它有它的这个特定的范畴体系 要有它的这样一个特定的方法 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那么也就是说 它对国家的研究 从这个对原来的这样一个政治国家的研究 进入到对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国家 新的国家形式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样一个研究和它表达的就是这个社会分成的这个表达有什么区别呢 它用了几个概念来表达 一个是领导权的问题 一个是领导权的问题 这个他讲的是文化领导权 那么作为这个领导权 它是一种文化领导权 讲的不是一个个别领袖的问题 而是什么 作为文化的领导权 它的生产者是什么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所以它从这样一个领导权呢 就进入了一个对知识分子的研究 这是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啊 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研究 就是把知识分子啊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政治哲学研究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 非常重要的范畴 因为这个领导权 文化的领导权呢 它是和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文化创造相关的 文化创造相关的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它所创造什么 就是文化 创造就是文化 它不是说我进行这个经济的生产 进行什么生产 这就是创造文化的 所以它是和这个文化相联系的 那么和这样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相联系的 也就是说和知识分子相联系的什么 有一个政党的问题 有一个政党的问题 所以呢它在这个地方啊 重新探导的政党 在这样一个市民国家中 政党究竟是什么 它起什么作用 它起什么作用 就是说也就是它这个时候啊 对这个政党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所以这样几个理论呢 就是说以这个市民社会为一个核心和基础 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它的这样一个范畴 所以我们说这个领导权的问题 有机知识分子的问题 政党理论都是这样一个市民社会 对市民社会国家的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说明 那么在这样一个说明上呢 那么它首先什么就要讲这个市民社会的问题 市民社会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这个 但是呢它定义这个市民社会呀 又是和它对整个的对这个市民社会领导权知识分子的研究 又是和它对政治学这个概念的理解相联系的 什么叫政治学 什么叫政治学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首先讲一下什么是政治学 也就是葛兰西所理解的政治学是什么 这个葛兰西的这个政治哲学啊 他继承了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学的传统 马基亚维利我们知道 唯一复兴时期的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也是意大利的这个政治学家 那么在这个马基亚维利在创与政治学这门学科的时候 他给他下的定义是什么 政治学是关于人性的科学 就是政治学啊 你不能说我以政治为研究对象是吧 政治学它是什么 它是关于人性的科学 关于人性的科学 就是说他要对人性的问题作出说明来 他要对人性的问题作出说明来 那么葛兰西继承这个传统的时候 就首先在政治学领域呢 就要说明马克思的人性的 对人性的理解和以往的政治学 对人性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所以这样他就把这个政治 把这个政治学政治哲学啊 看作是一个什么 对人性问题的研究 也就是说他把人性的研究啊 作为他的整个政治学的研究的一个基点 一个基点也就是贯穿于始终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啊 为什么他把人的解放 把人的解放问题啊 作为一个哲学的这样一个主体 作为哲学的主体 就是从这儿来的 从他对政治学的这样一个理解 他认为他说以往呢 政治学把人性看作是抽象的 永恒不变的 而马克思强调 人性是由历史决定的 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各种关系的总和 所以呢 他认为从马克思的这个人性观出发 实践哲学就把政治学的具体内容 和逻辑构成 看作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 发展的有机体 那么从这样一个发展的原则出发 从这样一个发展的原则出发 也就是说从发展的这样一个人性观出发 他就要首先呀 要弄清楚政治学和实践哲学的 这样一个关系 政治学和实践哲学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他就指出来 他说他这个政治学和这个实践哲学 是什么关系呢 他用一种区分的辩证法 区分的辩证法是他可以说 是他的一个方法 是一个方法 那么他把这样一个方法呢 他就是通过这个区分的辩证 研究上层建筑当中的人们的政治活动 那么这一个呢 他包含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 第一个呢 他强调 他说政治学在实践当中的定位问题 政治学在实践哲学当中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定位 如果说这两个是相联系的 那么政治学究竟是有什么地位 他就认为啊 他说政治学的 政治学研究啊 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的辩证法 他是以什么 以政治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的辩证法 是联究辩证法 但是他是以上政治为中心的 以政治为中心的 也就是说 他是实践哲学的一个有机部分 也是有机部分 我们讲到实践哲学还有什么 对基本理论的联究 他的知识论的联究啊 比方说对历史本体啊 还有这个本体论啊 还有历史和人的关系啊 和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联究 而这个政治学呢 就是联究什么 仅仅是对政治这样一个部分啊 进行联究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 一个是强调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 也是通过他讲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 他和基础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思想啊 他是一致的 所以他强调了 他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啊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表现为什么 热情和利益的关系 我们讲政治表现的是什么 人的热情空前的这样一个热情高度 而经济是什么 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经济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所以他说这两者啊 刚好是人性的不同表现 人性的不同表现 这个政治的热情表现是什么 是人性的情感和愿望的一种表象 就是政治啊 他的这个热情啊 表现的是人性的情感和愿望的表象 而经济的利益呢 是人性对利益的一种渴望 他不能仅仅只有热情 他必须啊 还有一种利益的渴望 他说这两者啊 都是通过什么 政党有机联系在一起 那也就是说 你的政党的功能啊 就是要建立这个政治和经济 热情和利益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什么 他要把政治的热情变成有组织的热情 使他变成什么 理智的和深思熟虑的认识 你的这个经济的认识 对经济的这样一个认识啊 使你变得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 就说你不能说只有热情 而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利益 要把这个梁子啊 联系起来 所以这就形成了 政治和经济的 这样一个特定的联系 使政治的行动具有合理性 这是葛兰西啊 强调的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他强调了 以政党为政治和经济的 这样一个有机联系 也就是说 政党是经济和政治联系的 这样一个中介 中介也是使人们的政治活动 使人们的政治活动啊 具有能动性和合理性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枢柳啊 就是说你的政党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要使人们的政治活动啊 具有能动性和合理性 和合理性 这就和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它和这个实践哲学里 我们强调的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能动性啊 观点啊 它是一致的 它是一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他就把这个 马基亚威利的 这样一个半能半马 或者说半能半瘦的 这样一个能性结构啊 用于考察 上层建筑的内部结构 讲这个 上层建筑内部的 这样一个复杂的联系 复杂的联系 这个马基亚威利讲的 这个半能半瘦 就是说 人啊 人性是什么呢 就能半是野兽 半是天使 半是天使 就是人性的 这个转化过程呢 就是不断地 把他的这个瘦性 转化为天使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他讲的 人性作为一个天使是什么 是一个文化 就是说你这个人啊 从野蛮到文化 到文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实际上反映你什么 你的人性啊 从一个野蛮的 最初的这个 非文化到文化的 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变化过程 所以这就是这个形成的 这个意大利的 这样一个文化德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啊 就是他对人性的说明啊 把人性看作是一个什么 不断地从一个非文化 像文化的这样一个 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葛兰西认为啊 他说这个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个复杂联系呢 他说也是啊 也是由这人的 这样一个两重性所决定的 就是说一方面他是兽性 一方面呢 他是这个 这个人性 作为一个兽性 他是需要什么 需要权力 需要强制的 需要强制的 那么作为文化的功能 他只是一种认可 他只是一种认可 所以呢 这个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人的 兽性的这种改造 他是和强权联系在一起的 而对文 人的这样一个文化功能呢 他的发挥啊 他是依靠什么 一种领导权 就是他所说的 这个文化的领导权 所以他就说啊 他说这个 最复杂的上层建筑里面呢 总是具有两重结构 就是说有强制和认可 强权和领导权 暴力和文明 个人阶段和普遍阶段 也就是教会和国家这个阶段 煽动和宣传 战俗和战略等等 所以他说这都是啊 不断的就是说符合 分别适合于人的 人性和兽性 就是他对兽性 他是采取一种强权的强权的 所以政治学呢 就是要研究人性当中啊 你怎么去节制人性当中的 这两种权力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怎么把它进行地位 他说不过呢 他说这个不同的地区国家 政治学啊可以分别 就是说一方面 是以某一方面为重点 另外一方面为辅 或者说另外一个方面为重点 而以一个方面为辅 他说这个西方无产阶级的 革命的特殊性 特殊性呢 就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把上层建筑当中的 认可领导权文明 作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他认为这一点 和东方国家是不同的